再来看到刚刚过去不久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 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戒烟成功的27岁陈先生 他参加了国际署的比赛 夺得了第一名 过往他烟龄有9年 在戒除烟瘾的过程当中选择的方法有两个 到底是什么呢?来听听他的心路历程 就赶快来顺便戒一下烟这样子 站在台上大方分享自己成功戒烟的历程 他是烟龄9年的陈先生 也是这一次参与2024戒烟就赢比赛的第一名 一两个礼拜就是想抽烟到手会抖 我就一直去腰口香糖 然后就是一直出去运动 吸烟对于身体带来深远影响 今年世界无烟日主题为 保护孩童避免烟伤干扰 要保护儿童不受到产品行销的误导 那心情人不介绍到风险要多大 他们必须要在上市之前 制造之前 他必须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一个制度 那么我们要求的13项的资料 那历程上必须要提备完成 那我们才依法去审议 2024戒烟就赢比赛 共吸引了1万2千多组民众参赛报名 民众的积极参与也有助于改善整体社会戒烟风气 大爱新闻 古亚晴 李明华 台北报导 第二个人 五个人 七